哈喽大家好 欢迎来到娱乐泡泡圈 在永远的君主里面 黎明涛饰演的离滚最害怕什么呢 我们的小滚滚竟然最害怕 郑太乙的头发 是否会觉得难以置信呢 那到底是为何呢 刚到郑太乙世界的离滚 看到了自己心心念念25年的人时 十分的激动 直接给郑太乙一个拥抱 吓得郑太乙推开离滚的怀抱 再加上离滚接下来所说的话 让人难以想象 且不配合郑太乙的问答 气得郑太乙只能扎起头发 给离滚一个反手 这是这么多年来 第一位敢如此对待离滚的人 我想离滚内心的OS应该是 太粗暴了 而且我不喜欢别人碰我身体 就算你是我媳妇 也请温柔点 离滚直接被郑太乙带回警局审问了一番 离滚最后从警察局出来 靠典当自己身上的钻石 才得以在郑太乙的世界生活 郑太乙以为两人至此之后 没有什么联系了 没有想到回到家中 看到离滚那匹西班牙血统的白马 气得郑太乙直接冲到离滚下他的酒店找他 郑太乙咬牙切齿的问 你要拿马怎么办 离滚 如果你不介意的话 还未说完 郑太乙 我就是介意才回来 离滚 我会喂他 也会帮他梳毛 郑太乙 这不是理所当然的吗 离滚 暂时就好 我无法在这里待太久 在我回到我的世界之前 你能不能把你家的院子 借给我的麦西慕斯 长宽四米的空间就好 看着郑太乙咬牙切齿的和离滚的谈话 他本来是想让离滚把马领走 没有想到离滚有点得寸进尺的样子 竟然让他家借用给他的马用 而且还不知道要养到什么时候 气得郑太乙再次撂起头发 要绑头发 离滚看到郑太乙绑头发 吓得他往后退了一下 离滚用害怕的语气询问郑太乙 你为什么要绑头发 不要绑 看来是之前刚到郑太乙的世界时 郑太乙的绑头发的行为 给他的阴影着实是太大了 导致现在郑太乙绑头发这个举动 就让他害怕 只是我们的离滚害怕的表情太可爱了 没有想到如此帅气的黎敏浩 可爱起来也是让人招架不住 可能只有郑太乙 没有注意到他如此可爱的表情了吧 李滚如此害怕郑太乙绑头发 看来要提前进入七管炎的状态了 但是郑太乙绑头发这个行为 也是令人害怕的 因为他绑头发 大多数是意味着要开始打架了 因为跆拳到黑带打起架来 想想就觉得很痛 心疼李滚一来到他的世界时 就被郑太乙一个反手 应该很痛吧 希望接下来郑太乙绑头发 还有其他好的象征 否则李滚对于他这个绑头发的阴影 怕是难以消除了 李敏浩退伍后的第一部作品 《永远的君主》 再次成为热播剧 金高银也首次与他搭档 且效果不错 开播收视率不俗 其中李敏浩与金高银在第一集片尾 就以热情拥抱的方式相遇 令剧迷感到十分惊喜 《永远的君主》与道序的手法 讲述平行世界的大韩帝国 皇帝李敏浩穿越到了未来 只为找到曾经救过他一命的警卫金高银 并与女主发生爱情的故事 该剧自开播以来 李敏浩的粉丝总结出一件趣闻 在《永远的君主》中 李敏浩很害怕金高银绑头发 但细数李敏浩过去几部作品发现 他在剧中通通反感女主绑马尾边 这则李敏浩与马尾边的总结 引起网友热议 在《永远的君主》中 因为曾经被绑着马尾的金高银抓进监狱 所以对这件事耿耿于怀 当他再一次看到金高银绑着马尾边的瞬间 李敏浩惊慌失措说 你为什么要绑头发 不要绑头发 而在李敏浩主演的《继承者们》中 也有这样一段插曲 他走在朴欣慧身后 突然发现绑着马尾的女主 整个脖子露了出来 李敏浩盯的脖子越看越不爽 直接走上前把朴欣慧的发卡摘掉 并说 以后上学都不要绑头发 在李敏浩与全智贤主演的《蓝色海洋》的传说中 也有莫名其妙的这一幕 有一集中 全智贤难得稍稍打扮准备出门 突然醋意大发的李敏浩扯掉了女主的发卡说 冬天了 今天很冷 不要出去了 小伙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